悬崖落差50米 他竟驾车一冲而下 救援难度相对来说比较大 工作18年来 这是第一次碰到的 涂降暴雨 水库泄洪 谷底的救援危险重重 一旦上午爆发的话 就造成很大的危险 说的难听 可能就是我们要面临的牺牲的问题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坠落生涯的车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好豆奶要破壁 本节目由银路之后 爱豆破壁豆奶特约播出 前不久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了一条新闻 说在印尼的伊珍火山 有一名中国游客 在悬崖边上的一棵网红树附近拍照 可能是不小心被自个儿的长裙绊倒了 不幸从75米高的悬崖上坠落身亡 据说由于坠落的位置地形复杂 救援人员花费了两个多小时 才把遇难者的遗体从悬崖下运出来 我们今天也有个发生在悬崖边上的意外 这个有一辆汽车冲下了50米深的悬崖 不过幸运的是车上的人员似乎还有生命迹象 当人们赶到庆幸的时候 却又发现山洪即将爆发 那么车上的人员还有时间成功获救吗 这里是风景如画的广东省杨江市 这天当地公安局接到报警 说是有辆小轿车在个叫永宁镇的地方冲下悬崖了 车上的人员生死未复 接警之后警方带上救援专门 立刻就赶到了现场 赶过现场 现场这个路段路级弯多 到现场之后发现这个事发的退点 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得多 除了路级弯多 最让警察感到心惊的是道路一旁的悬崖的落差 刚开始还没去到现场的时候 不是落差有那么高的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以为是 车辆就慢慢溜下去 溜下去在那边卡住了 我们以为是这样的 但是一去到现场就比较惊讶 因为现场点落差比较高 落差有四幅行为高 而且距离我们公路这一段也是比较远的 就是那个车开出去掉落山崖的距离 往公路边也大概有五十米左右 只能在眼光就看到一辆车站里 其他什么都看不见的 一辆车从这么高的悬崖 以一个抛弦的姿态冲下去 车上的人员还有可能生还 说实话大家心里都没理 都是比较急 就很急 内心很急 怕里面有很多人员在车里面 就很怕这个又受伤了 或者发生了其他意外 又加上一个我们是以时间赛跑的 比如人员只是受伤的情况下 我们越拖越久的话 我就怕人员到时候拖着拖着就发生意外了 警方想尽快确认车内有几个人 还有没有生命体征 可是他们转了几圈之后发现了 想下到悬崖下到去 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好办就一直往回到左 然后最后我们往干冰水 按照当地出门反应就是说 墙后左右都是悬崖峭壁 所以基本没有路下去了 这里好像也就下不了了 不行啊 不行不行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警方注意到道路旁边有个电线柱 于是他们决定呢 把这个救生绳绑在电线柱上 然后躲降下去 墙子往上面包 这办法说起来简单 可是警察不像是消防员 大多没有经验受过专业的救援训练 想成功的实施并不容易 对于潘扎萨颜颜颜这种地形 这种行方的一个事样呢 我们还是要想着平常 有一个经验 有锻炼 上次比较发达 曾经有这个窟蜜环境 这种经验的民情还是比较合说 这个时候有个叫范少强的警察 自高奋勇站出来了 他觉得呢 你自个儿的身体肚子应该能行 通过我自己的观察的话 觉得我下去会比较合适 因为不管是从个人体能方面 还是对这个交通事故 这个安全隐患的预判的话 我会比较有经验 所以最终的话 还是我就跟大家提议 说我先下去 范少强决定先下去 打他一下车内的情况 可是榜上旧身层下降之后 他才发现这任务 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下去过程中的话是没有路 都是很多杂草 很多那些藤蔓会卡住 真的要注意安全 因为有一个万一的话 可能自己就会有危险 从他佩戴的执法纪录仪的画面里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 是一个河长来的 也有水 但是不多 下去的话 那个路会比较滑 走的话要慢慢走 就很小心了 不然的话会摔倒 范少强小心翼翼地 终于靠近了那辆车 他发现那车辆有多处严重变形 那里头的人呢 他们还活着吗 去到那里的车就夹在那 两个石头中间 然后就观察 查看那个车 车子的情况 然后攀爬到那个副驾驶位 就看到有个驾驶员 在那里躺着 在水里泡着 车内只有一个人 就是那驾驶员 他身穿白色上衣 被卡在坠落牙底的汽车里 都无法弄在 但是令人感到激动万分的是 从那么高的悬崖冲下来 他还活着 而且还有意识 能听到范少强的呼喊 当时的驾驶员是很虚弱的 已经躺在那里 不动了 我当时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一个状态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生命危险 然后尝试着去呼叫他几下 他能听懂 能听到有反应 他没有人的情况 当时在他们的情况 当时在他们的情况 几点钟的时候 我说两点钟 两三点 没有人的路 没有人的路 按这个驾驶员的回忆 他是没看清楚路面情况 不小心冲下悬崖的 那他说的是真的吗 车祸原因 我们稍后再讲 先说当时 范少强也知道 时间不能多耽搁 救人要紧 但是因为不清楚 这驾驶员的伤情究竟如何 他也不敢贸然去移动对方 那我就确定这个人 还是生还的 但是不知道他哪里会受伤 所以我也不敢先去拽 还是怎么样 不敢去动他 给你地出哪里小的手呢 哪里小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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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伤情不明 当时大家都明白 他们还面临着一个 很严峻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辆车衰落在悬崖的底部 而这里正好是一个河道 现在呢 因为水域不高 驾驶员嘛 虽然一半身子泡在水里 但是不影响呼吸 问题不大 可是万一水域长起来呢 那就很恐怖了 这种山区的河谷 一旦遇到大暴雨水域 这儿的天气嘛 它应该说很多遍 虽然刚才还是艳艳高照 但是大家都发现了 怎么转眼间就空气闷热 蜻蜓低飞 一直好像要下雨啊 在县山救援的时候 看到那个天兽变暗 我就很担心 因为我们这个都是山区 如果是大暴雨的话 洪水来得比较快 所以当时就造成一定的危险 因为我们的河道也比较傻窄 所以如果一旦 那个山洪爆发的话 就造成很大的危险 而除了即将可能到来的山洪 悬崖底部的这条河道 还面临着一个恐怖的危险 那就是它的上游啊 有个水电站 一旦下雨 或者树水太多了 这个电站也有随时 放水射空这个可能 那就赶紧的吧 救援人员嘛 还好说他们是可以撤离 可是那驾驶员还卡在车里头呢 得赶紧想把它救出来呀 当然已经体力透支了 翻上墙也明白 这也不是他一个人 能够完成的任务 因为我自己下去之后 已经消耗很大的体能了 我感觉我没什么力气 要把它从车里面拉出来 所以就叫我同事下来帮忙 然后等他下来之后呢 和他一起将这个当事人拉出来 好在这驾驶员被卡的并不是很紧 但是他们也不敢大力 因为一边把驾驶员拖拽出来的同时 他们还得提防 车辆不能因为重心被破坏而实际平衡 我们的话就一边用脚撑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这驾驶员从悬崖底下救上去 当时他说就是头也很晕头也很痛 然后就盆骨的位置那边痛 然后就转身上下位 帮他检查 并体格检查嘛 他就是主要这两个部位 医生说可能这个人会有生命危险 这个时间对那个伤者是很重要的 虽然这名驾驶员亦是清楚 外表看过去没受多大伤害 但是从这么高的悬崖坠落 万一受到了什么致命的内伤发作起来 那可是很快的 必须尽快把他送到医院 接受全面的检查 那么接下来最难的问题来了 那就是怎么把这个已经受伤的男主 从50米深的悬崖底部晕上去呢 我们当时首先想到的是 怎么样在防击这个洪水来临之前 把救援员转移到高亢的地方 把他拉上来 踩起那个背上来的方法 各方面都没办法实施的 因为他那个落差太高了 50米落差确实太大了 这个时候就必须得寻求登员了 事实上救援员的更加专业的消防队 但接到通知之后也就在赶来的路上了 到达之后 他们首先用无人机对现场环境进行了侦查 到达现场之后呢 通过观察 救援难度相对来说比较大 工作18年来 这是第一次碰到了 消防员发现这儿的这个悬崖不仅落差大 谷底的地形也很复杂 凹凸不平的 还存有一些吸水 经过商议 他们迅速制定出了两套救援方案 一套方案就是从谷底转移 将伤者抬上救生艇 利用谷底现有的集水 通过水路转移到下游平垮的地区 但是大家仔细研究了一下 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但是因为下游也有一个潭在 不知道那个水怎么样 有多深 然后对评估一下 伤者这个身体情况 这种方案是不可行的 而第二道方案就是利用绳索 把伤者从50米深的谷底运送上去 这方案大家可能想起来简单 实际操作却没那么容易 用一个绳索技术 就是一个绳桥 斜上的一个救援 当时就是制定了这么一个方案 去进行救援 绳索这块 它主要是底下 你固定好之后 在上面你要搭建这个基站 它底端你固定好之后 操作点全部在上面 上面要做一些背力系统 去首先去收紧这个绳桥 要使它是一种紧绷的状态上 让它作为一个导体 再放一组绳下去 用一个大的一个过节滑轮 把那个单架拉到上面 消防员同志这么说 大家可能都有点听不懂 简单点说就是需要在悬崖上面 和谷底各设置一个锚点 然后利用绳索滑轮单架的工具 设置一个拉力系统 把伤者从谷底拉上来 上面的锚点倒还比较好办 就固定在消防车的后轮上 把你车开过来 后轮放在这里 横着开到这里来 尽量靠那边边一点 尽量靠那边边一点 但是想要在下边设置一个 比较稳固的锚点 就没那么容易了 因为在谷底的话 你制作一个锚点 可能需要一个固定的点 那里的石头都是比较光秃的 你没办法进行一个固定 也是找了很久 然后找到了一个稍微突出点的石头 然后进行了那个固定 固定完之后 就是跟上面的系统手进行了试移 进行了绳子的测试 尽管大家已经争分夺秒 可怕什么偏偏就来什么 觉得这时候天气突然变了 所以有风隆隆的这个电子来雷鸣 一颗颗豆大了一滴 就呼呼地砸了下来 固然就是电伞雷鸣 狂风大作 那个倾盆大雨说下就下 其实一开始 大家还心存侥幸 说这该不会就是雷阵雨 下一阵就停了吧 可是向气象部门深入了解之后 反馈过来的情况 让所有人这心里头都是沉甸甸 同事反馈说 这个雨会越下越大 当时内心还是很紧张 也比较担心 因为毕竟上面还有一个水电站 那个水库口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 怕到时候那个达到了一定的水量 进行泄洪 水库要泄洪 这是无法阻止的 也是为了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生命 才是安全 最要命的是 警方向周边群众打听了一下 这几天由于连日都有雨 他们的泄洪啊 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甚至连泄洪的距离时间都掌握清楚了 通过现场民警跟那边的附近群众 还有一个了解 因为这个有山洪 前两天就一直在下雨 它今天也有一个泄洪的时间点 当时了解的话 还有差不多四五个小时左右 对我这个心理压力啊 也是比较大 因为这压力一下就给到我了 四五个小时 现在绳索拉力装置都没搭建好 这正节体育随时会呈现的意外情况 大家都明白 现在就是跟时间赛跑 而且雨下的那么大 山洪也有可能会毫无征兆地突然爆发 那就是一瞬间的事 可能出现危险的 这下就不仅是那个伤者了 还有不理所有才与救援的人员 那么这一切都还来得及吗 好 斗奶要不必 本节目由一路之后 IDOL PODY 特约播出 刚才我们说到 有辆汽车坠落在50米深的悬崖之下 幸运的是驾驶员还活着 救援人员呢 必须尽快把他救上来送往医院 一方面是因为担心他的伤势恶化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怕这个山洪突然爆发 而且上游的水库呢也即将泄洪 让游泳水性比较好的同志 在底下负责救援 也是我们参加过水域培训的队员 旁边呢也放了救生衣 包括我呢也在旁边拿了救生衣 为了保证救援过程中的安全 大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但是大家心里头也明白 如果真是山洪来了 有救生衣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一旦上午爆发的话 就造成很大的危险了 所有的难天的可能就是我们要面临的牺牲的问题 而就在大家争分啄秒展开救援的时候 没想到意外又发生了 原来是这个下了布那环的毛点 无问题了 它做啥 那是弄掉的 毛点 它拿什么发生的什么的 那个毛点的石头 雨水啊 它冲刷在石头上 那个雨水它就变得光滑了 我们底下那个毛点呢 它是套在一个尖的一个石头上 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呢 它这个石头遇上水 然后就跟这个绳子 我的绳子稍微有点抖动 马上又重新对绳桥放松 进行了加固 然后从旁边搬了一些大的一点的石头 然后重新地压在上面 防止它第二次有这个脱落的风险 而这个时候情况已刻不容缓了 因为水位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升着 水位然后不断地在上涨 内心也比较紧张 毕竟背空人员还没有及时给输送上去 这是我们所担心 也是最急的一个问题 大家这时候都心里头明白 必须得加快速度了 一刻都不能耽搁 用了第二次的毛点毒令 把生肠拉直的 然后迅速利用那个多功能担架 将被困人员架到生肖上 进行一个拖拉 固定好这个上车之后 我们上面牙上面也有人 还有消防员 还有一个民间主机行李救援 还有我们局里面的派出所的都有 上面的消防员指挥 然后我们在这边的话 其实就听他们指挥 然后我们处理把这个人拉上来 可是担架上升途中 还是被卡到了半山腰 这又是哪儿出问题 因为他那个牙壁上面 有一些树木 他伸得出来 当时他这个拉的过程中 他就不是那么顺利 他就拉到一半的话 他就有一些伸出来树枝 会卡到那个担架 没办法 这个时候只有靠人力了 这个消防员把上安全绳 所降下去 用锯子一次速切断树枝 来保证担架的平稳上升 这个拉的过程呢 也是非常的艰难 非常危险 这个用的时间呢 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很多 当时我们把被控人员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后 当时内心还是挺喜悦 所有的人员也给了我们的掌声 当时我们也挺高兴的 这个时候谷底的其他救援人员也不敢多耽搁 他们迅速解除锚点 利用绳索攀登所的地面 真是万幸中的万幸 大家都没事 但是当队员们第二天返回事务现场的时候 眼前的情景还是让人感觉到一阵子后怕 第二天去现场复刊的时候 那个车已经被水冲走 现在想想的话可能就会后怕 如果你不抓紧时间 不单只是这个伤者的问题 是我们连救援人员都存在一个安全隐患 那么那车究竟为什么会冲下悬崖呢 那名受伤的驾驶员在脱离危险之后呢 详细地向警方交代了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 后面了解到他这个驾驶员 是拉一个朋友去那个双底春轮会 然后再回回他家 但是因为他有一对那个路况不熟悉 可能又存在一个疲劳驾驶的问题 最终的话他就坠落那个牙底 疲劳驾驶不幸坠牙 可见安全驾驶习惯的重要性啊 这个我们也强调过多次了 正所谓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列 当然了今天这件事幸运的是 这名男子从那么高的悬崖上掉下去 也仅仅是受了伤 而且得亏这救援人员 他们奋不顾身冒着暴雨 与山洪抢时间 他最终把他从鬼门关里头给夺回来 在这儿呢 得给这些救援人员点个赞 正是他们不畏艰难 不惧嫌疚 心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 它是安全放在守卫 这才有了这一个奇迹诞生 好 斗奶要破壁 银路之国爱一斗破壁斗奶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论论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